时时听到人们提升心灵健康,究竟是什么? 根据我们以往的认知,无病无痛,行得走得,那我们就叫健康了。 其实一个人的健康不是那么简单,是包括身、心、灵三方面。 而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WHO对于健康的定义,它认为是指身体方面,精神方面,社会方面,都是处于一个安宁的状态,而不是单纯你没有生病,或者不是一个病药的情况。 那身体自然是生理方面的健康,那心、心理健康又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你和人们能够融合相处,而且能够和大家一起齐心合力,为社会、为环境奉献你自己的力量。 那这个就是心理健康。 而如何去判断这个人是否心理健康呢? 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和别人相处得融合。 如果他和别人相处是有个问题存在的话呢? 那这个人的心理健康,通常都是有个问题的了。 至于灵性又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就是对社会和个人的一种的力量。 我们怎样为社会奉献呢? 怎样尽我们做市民的一份子呢? 这个就是灵性方面了。 我们再举个例子。 譬如说发生一个灾难。 譬如四川地震这样。 我们心灵上,心理上觉得很难过。 这是我们的感受,感觉。 这个就是心的方面。 我们灵性方面是怎样呢? 我们怎样看这件事情呢? 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悲剧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出钱去帮助他们。 我们去募捐, 集合各人的力量, 为他们尽一分力。 这是我们看这件事情得到的做法。 这是灵性方面的。 这是心心灵三方面的简单分析。 而根据这个世卫, 他除了身体方面, 他说心和灵这方面的资料, 和这个正面心理学是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那什么叫正面心理学呢? 原来在上世纪, 心理学方面, 集中是研究如何去治疗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 他找出原因, 然后给他治疗的方法。 但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已经慢慢把它转移, 向另一个方向, 研究多些有关, 如何去发挥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 所以在1998年, 在美国心理学家Dr. Martin Salomon, 他当时是出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 他正式提出这个正面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那由那时候, 我们21世纪的时候, 人的心理学就是正式人的正面发展, 令到我们怎样可以活得更加快乐? 更加成功, 更加有意义, 是重视我们快乐, 健康的情绪方面的发展。 正面心理学研究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人性能够得到更加好的将来, 一个好的发展。 他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快活的人生, 这是第一点, 一个Pleasant Life。 第二点, 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Good Life。 第三点, 就是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A Meaningful Life。 首先第一点, 快活的人生是什么呢? 就是研究各种正面的情绪, 怎样能够发展我们正面的情绪呢? 怎样有效能够达到我们能够有一个快活人生呢? 看东西正面, 有正面的思想呢? 这就是一个Pleasant Life的主要的需要条件。 在这个的灵性方面, 他就是第一个, 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Good Life。 在这里, 他将一个人的美德和长处发挥。 美德方面, 是令到我们怎么看人性的丑恶, 我们看人是善的, 发挥我们的关怀。 发挥我们个人的长处方面, 就令到我们个人的价值提升。 这个就是正面心理学的第二个目的, A Good Life。 第三个目的, 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A Meaningful Life。 在这里, 他要发展我们个人的目标, 我们个人的理想, 将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最大最大, 令到我们的人生充满有价值, 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和我们有好的公民道德。 正面心理学, 和世卫所说的心灵这方面, 完全是吻合的。 所以,在这个新心灵健康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牵连很多的话题, 就是身体方面的健康, 心理方面, 我们是要关注正面的情绪, 我们怎样可以达到正面的情绪, 就是我们在这个逆境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能够调剃我们的情绪, 能够在压力情绪方面得到一个平衡呢? 第三方面, 就是我们的灵性方面, 怎样能够发挥我们的潜能, 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从而发挥个人的价值, 和贡献我们社会呢? 这个就是, 世卫和正面心理学, 着重的地方, 也是我们以往疏忽了, 以为只是身体健康就健康的了, 现在我们是有包括, 心和灵这两方面的。 所以呢,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有关, 我们怎样达到正面情绪呢? 我们一定有压力的了, 人生处于每一天都是有压力的, 大大小小的压力是无可避免。 我们怎样在这些压力之中平衡呢? 我们怎样能够令到我们的情绪 不会起到一个失控的情况呢?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接着, 我们怎样可以在我们人生里面 发挥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灵性方面, 得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我们去奋斗呢? 我们的目标呢? 这个是我们的灵性方面了。 那我们又要关注人生的目标了。 除了, 我们的快乐全员就是来自 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在这里呢, 也会和大家说一下, 人际关系了。 而人际关系, 主要我们是沟通, 能不能够和别人达到一个良好的沟通呢? 如果你们对这各方面有兴趣的, 希望你们收听我这个 新心灵健康。